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欧洲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几个引人注目的性暴力案件 这些案件不仅揭示了个人的悲剧 还深刻反映了社会对于性别和权利的看法 首先 在爱丁堡 强奸危机中心的首席执行官 因为能提供女性专用空间向强奸幸存者道歉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性别认同与女性安全的激烈辩论 接着 我们将转向法国 一位三个孩子的父亲因强奸罪受到指控并向受害者道歉 这起案件不仅引发了对个人行为的反思 更掀起了对性暴力问题的广泛讨论 鼓励更多女性勇敢站出来 最后 我们将关注前哈罗德百货公司老板穆罕默德 二 法耶德的性侵指控 管理层对于超过20名女性的指控感到震惊 这令我们重新审视职场中的权利滥用现象 这些事件不仅是个人的悲剧 更是整个社会的警钟迫使我们面对性暴力的现实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爱丁堡 爱丁堡强奸危机中心ERCC的首席执行官Marie Dovatova 因为未能提供女性专用空间向强奸幸存者表示了毫无保留的道歉 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批评 特别是当评估发现该中心在16个月内未能提供女性专用空间 而Vova也未能专业行事或理解它的权限范围时 苏格兰强奸危机组织的Sandy Brindley在BBC苏格兰的Drive Time节目中表示 她在去年10月发现该中心未遵循国家标准 并在11个月后暂停了转介 Brandley强调变性人可以在强奸支持中心工作 但服务必须提供女性专用空间 Brandley指出苏格兰强奸危机组织 作为设定成员中心服务标准的全国慈善机构 并未参与Vova的聘用 Vova在评估发布后不久辞去了职务 她在2021年接管ERCC时 该指导方针以更新该角色仅限女性 包括拥有性别认可证的变性女性 Vova于2002年抵达英国 2005年起在苏格兰从事反对暴力和性别平等的工作 她曾试图代表苏格兰民族党参选 但为被选为候选人 后来加入了苏格兰绿党 在2020年接受The Ferryed新闻服务的采访时 她表示对她合法男性身份的报道 引发了大量仇恨 并指出对性别认可症的关注 是种族主义和变性恐惧 在Guilty Feminist播客中 她被问及可能对变性女性 在强奸危机中心的存在 感到不安的强奸幸存者 她回答说 性暴力也可能发生在偏见者身上 并表示如果强奸受害者持有 不可接受的歧视性信念 我们将开始与你一起走过创伤的康复之旅 这一言论引发了更多争议 今年5月 一名辅导员Ross Adams 因认为使用该服务的人 应该知道处理其案例的工作人员性别 而遭到不公平的建设性解雇 随后 苏格兰强奸危机组织 委托法律顾问Vicky Lane 对爱丁堡服务进行评估 Lane发现 该中心在16个月内 未能保护女性专用空间 并指出 Viva 未能理解她角色的权限限制 报告还指出 一些ERCC工作人员的行为 对某些幸存者造成了损害 并提出担忧 认为一些女性 应对性别认同的处理 而自我排除不愿接触该中心 包括ERCC Lane补充道 一些专业人士听说 某些幸存者 在使用该中心时感到不安全 在报告发布后 苏格兰强奸危机组织 决定暂停对ERCC的转介 尽管人们仍然可以自我转介 Brandley表示 她去年10月才知道该中心的问题 并建议ERCC董事会解决此案 而不是继续进行就业法庭 她承认 应该更早意识到这些冲突 Brandley补充道 ERCC存在重大失误 她希望引入 健全的评估框架 以确保未来遵循国家标准 并提供女性专用空间 包括4Women Scotland在内的团体 对ERCC董事会 忽视自身责任表示 指责 根据BBC的了解 Brandley获得了苏格兰强奸危机组织 董事会的权力支持 尽管保守党MSP Sue Weber 呼吁她辞职 Brandley表示 这场争议导致支持 该慈善机构的强奸幸存者 遭受了可怕的网络虐待 包括被告知他们 必须再撒谎 她说 对我来说 这种情况真是令人震惊 强奸幸存者 在所谓的女性权利名义下 被如此对待 Brandley强调 强奸幸存者可以依赖该慈善机构 并且该机构将满足他们的需求 她还回应了 Falva在播客中发表的评论 表示 我不认为偏见者和强奸幸存者 应该放在同一句话中 这一案件的背景 是长期以来对性别改革的辩论 以及一些活动人士 对女性空间和服务影响的担忧 苏格兰政府计划改变性别认可法 并引入新的自我识别系统 但在2023年 被英国部长阻止 然而 关于变性人和女性及女孩权利的辩论 自此持续进行 有人认为 这一案件暴露了 在应该专注于女性安全的组织中 优先考虑性别意识形态的愿望 另一些人则认为 可以提供包容变性人的服务 同时保护 和促进女性的权利 在法国 一位三个孩子的父亲 因强奸罪而受到指控 并向受害者吉塞尔·佩利科道歉 这起案件 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因为他并不是唯一一位被指控的男性 据报道 超过50名男性 也面临类似的指控 这不仅是一起个案 更是社会对于性暴力问题的深刻反思 吉塞尔·佩利科的故事 令人心痛 他在一次聚会上 遇到了这位父亲 当时他表现得非常友好 让他感到安全 然而 随着夜晚的深入 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吉塞尔回忆到 那一晚 他感到无法逃脱 最终成为了他侵犯的对象 这样的经历 对他的生活 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让他不得不面对心理上的创伤 在法庭上 这位父亲承认了他的罪行 并对吉塞尔表示了歉意 他的道歉 并不能抹去他所经历的痛苦 但却引发了社会 对于性侵害问题的讨论 许多人开始反思 为是谋这样的事件屡见不鲜 并呼吁加强对性暴力的法律制裁 这起案件的背后 还有许多未被揭露的故事 许多女性在遭受性侵后 选择沉默 因为她们担心不被相信 或是害怕社会的评价 吉塞尔的勇敢发声 让更多人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她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鼓励其他受害者站出来 让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 随着案件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男性被指控性侵 这让人们开始质疑 社会对于男性行为的宽容度 为是摩这些男性 能够在没有惩罚的情况下 继续他们的生活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许多专家指出 社会需要改变对于性别和权利的看法 让每个人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中生活 在这场运动中 吉塞尔成为了象征 她的故事激励了无数女性 勇敢面对自己的过去 她参加了多场集会 与其他受害者分享经历 并呼吁社会对性暴力问题的重视 她的勇气让人感动 也让人们看到了改变的希望 这起案件不仅是个人的悲剧 更是整个社会的警钟 每一个受害者的故事都应该被听到 每一个施暴者都应该受到惩罚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一个安全的社会 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生活 而不必担心成为暴力的受害者 伦敦奢华的哈罗德百货公司管理层 对前老板穆罕默德 阿尔法耶德 性侵超过20名员工的指控 感到完全震惊 这位伊万富翁 在1985年至2010年间 拥有这家位于布朗普顿路的标志性商店 阿尔法耶德的财富 古怪的个性 以及与名人的关联 使他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尤其是他与戴安娜王妃的关系 更是引人注目 他的儿子多迪 与这位王室成员 有着浪漫的关系 但两人在1997年巴黎的一场车祸中丧生 最近BBC报道了五名女性 指控阿尔法耶德性侵的事件 这些女性声称 哈罗德百货公司的管理层 在当时已经知道这些指控 但却选择掩盖真相 哈罗德百货公司的管理层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对穆罕默德 阿尔法耶德所犯下的虐待指控 感到完全震惊 这些行为是个人滥用权力的结果 我们强烈谴责这种行为 我们也承认 在这段时间里 作为一个企业 受害者的员工对此我们深表歉意 这家商店的管理层表示 去年已经开始 与一些阿尔法耶德的受害者 进行民事索赔的和解 并鼓励其他受害者与他们联系 他们在声明中提到 虽然我们无法改变过去 但我们决心作为一个组织 做正确的事情 并确保未来 不会再发生类似的行为 在BBC的报道中 一位女性形容阿尔法耶德 为怪物和性掠夺者 这并不是这位出生于埃及的商人 第一次面临类似的指控 她曾经拥有巴黎的利兹酒店 和富勒姆足球俱乐部 并在生前就从遭到 多名女性的性骚扰和性侵指控 2008年 她因被指控性侵一名15岁女孩 而受到关注 这些指控不仅让人对 阿尔法耶德的过去感到震惊 也引发了对权力滥用 和性侵问题的广泛讨论 许多人开始反思 这样的事件在职场上 是如何发生的 并且为何受害者 在面对权力者时 常常选择沉默 这些女性的勇敢发声 无意为其他受害者提供了支持和鼓励 让更多人意识到 无论权力多么强大 真相终将浮出水面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社会对于性侵和性骚扰的 零容忍态度越来越明确 哈罗德百货公司的管理层表示 他们将致力于改变企业文化 确保所有员工 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中工作 并且不再容忍任何形式的虐待行为 这不仅是对受害者的承诺 也是对未来的责任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亲爱的观众朋友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篇文章的背景 爱丁堡强奸维基中心ERCC 因为能提供女性专用空间而受到批评 该中心的首席执行官Miduvalva 是一位变性女性 她因此辞去了职务 这让我想到 英雄不问出处 变性女性在这样的岗位上 难道就不能做出贡献吗 我们应该看到她们的专业能力 而不是仅仅因为她们的性别认同 而质疑她们的资格 毕竟 Valva在反暴力和性别平等领域 拥有丰富的经验 这难道不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信任吗 楚天书 你这样说 可真是有点天真了 虽然变性女性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强奸性存者需要的是一个安全 且具备女性专用空间的环境 Valva在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 未能保障这一点 甚至在就业法庭上被揭露出对某些员工的处理不当 这不是一两句英雄不问出处就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那些在创伤中挣扎的幸存者来说 这是赤裸裸的二次伤害 好吧 奇奇 让我们来谈谈事实 Valva自2005年以来 一直在苏格兰从事反对暴力和性别平等的工作 他的努力和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他还在2020年接受The Ferry新闻服务的采访时 指出对他合法男性身份的报道引发了大量仇恨 这其实反映了社会对变性人的刻板印象和歧视 我们不能因为一些个别的错误 就全盘否定他的工作 毕竟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这是一个需要包容和理解的过程 楚天说 你真是个绝世浪漫主义者呀 但现实是残酷的 法律顾问Vikiling的评估报告明确指出 ERCC在16个月内未能保护女性专用空间 这不是个别错误 而是系统性失误 更糟糕的是 Valva对Raz Adams的处理方式 显示了他对批评的不耐 很对专业行为标准的漠视 这可不是什么小失误 而是直接影响了 幸存者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对于处理这样敏感问题的机构来说 这种失误是不可原谅的 谢琪琪 你这样说确实让人感到惋惜 然而 我们也不能忽视Valva在整个事件中的困境 他在播客中提到 对变性女性在强奸危机中心的存在 感到不安的强奸幸存者 可能也持有某些不可接受的歧视性信念 这虽然听起来有些激进 但反映了他在试图平衡变性人权益 和幸存者需求时的艰难处境 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和理解的问题 而不是简单地将责任推给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 楚天书 你说得好像Valva是受害者一样 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任何职位的责任都应该由任职者来承担 Valva的行为和决策 已经对幸存者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 这不是什么平衡难题 而是专业失职 苏格兰强奸危机组织 已经采取了行动来纠正这些错误 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我们应该将焦点放在如何更好的保护幸存者 而不是为某些人的失误找借口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 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 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 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六度World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 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